醫管局說會盡量配合政府提出在公立醫院設注射站 方便覆診的長者打新冠疫苗 本港70歲以上長者 新冠疫苗接種率不夠三成 政府正在商討在個別公立醫院設注射站 給覆診之後的長者即時接種 醫管局說會盡量配合 很大的事件 亦是政府的重大政策 所以醫管局一定會盡量配合 至於需要多少人力、物力等 我們現在還在與政府協商 范紅玲說針對近月公立醫院人手流失 希望下星期四醫管局大會 可以通過具體措施並公佈 全港現在有大約二百多萬個患慢性疾病的病人 大部分都在公立醫院接受治療 不過部分專科門診輪候時間 例如已備後科 最長要等近三年才可以體診 醫管局行政總裁高拔昇在望接說 穩定個案輪候超過一年才獲診斷並不理想 醫管局正多管齊下應對 包括今個月開始擴展公私營協作計劃 邀請病情穩定的內科專科門診病人 到私家診所覆診 配藥和做化驗 之後進一步推展去到骨科病人 亦都會理順專科門診運作流程 和優化輪候模式 和多方面增加醫生人手 包括透過退休後重聘計劃 和聘請兼職醫生等等 無線電視記者 閃節報導 請退休息 請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